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于济静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感导师 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了解一下这些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我们认识两天就决定在一起了 到现在交往一年了 随着我们交往时间越来越长 我们互相暴露的缺点也越来越多 我们互相猜忌 不信任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对我来说 爱情就像牢笼 而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放手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张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小赵22岁来自四川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几啊 大三了 大三 谈了多久 我们谈了有一年多 算是校友啊 还是什么呀 对 算是校友 是一个专业的吗 不是 你学什么的 我学工科的 你呢 我是学艺术的 谁追的谁啊 算是我追的他吧 你们功科那么多男生 对不对 你很稀缺的 你干嘛去倒追一个艺术男生啊 因为我就是一个性格 就是很直来直往的 我就如果喜欢的话 我就会去 那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呢 长得帅啊 现在的女生倒是毫不回避啊 今天谁要来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 就是我们俩之间 就是也有挺多矛盾的吧 发生了什么姑娘 说 就是我俩吧 就在一起没多久 因为之前不了解嘛 然后我之前就是一个 比较爱玩的女生 然后就有一次她生病了 第二天我朋友生日 然后她也没多大病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然后她就生气了 去干嘛去了 聚会啊 我朋友生日了 跟什么人聚会 是我一个女生朋友 好闺蜜 就俩人 也不止 还有其他人 其他什么人 其他的有男生 也有女生 对 你要你说清楚吧 跟一群人出去聚会了 这我们就理解了 对 这有啥不行的 去呗 他跟一帮男生聚会啊 那你说 人家有女生 你别胡说 但有男生啊 当时我在生病啊 那他虽然是小病嘛 没他也不是活不了嘛 是啊 那他直接就不管我了 那做男女朋友的 哪有这样的呀 不是管你啥呀 你啥病啊 小伙子 我当时就是属于 有点感冒 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嘛 但吃个药不就完了吗 那我还是希望 他过来照顾我嘛 那 女朋友嘛 对吗 对啊 我希望有人陪我 我也不是医生啊 你说是不是 那对吧 那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 然后他就生气了 因为我之前 他当时他跟我说的说 他说要写作业 我说行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撒谎 他骗我 是因为我之前出去玩 他都生气啊 那我想着 是吧 那就跟他 你女朋友是不是 经常出去玩 没认识我之前 老出去玩 认识你之后呢 认识我之后 我看着呀 但有时候抓不着影啊 抓不着他人 就男朋友不太便宜 不喜欢让你出去玩呗 是这意思吧 对 希望他改是吧 是 还有啥 还有就是他脾气 特别暴躁 就每次吵架 他都会扔东西 就扔我的东西 就是全部都扔到我门外 衣服啊包包啊鞋子 之类的 不扔自己的吗 不扔 那我自己东西多贵 花钱买 我为啥要扔我 那我东西不贵啊 那我东西哪样 不比你贵啊 那最过分的 他扔我手机 我手机那么贵 一下就给我砸了 为啥 我赔给他了 那是因为我生气了 你才赔的 不是你为啥摔人东西啊 他我一生气 有时候就克制不住自己嘛 然后他还老是跟我酱 你知道吗 他喜欢跟男生聊 然后我就说 那不行 我不乐意 晚上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那天就啪哒 就摆在人家手机 你喜欢跟男生聊什么呀 就平时你也知道 我们是工科的嘛 那接触的肯定男生多一点啊 那平时啥 上课啊 什么作业啊 正常社交是吧 对 他微信里边有200多个男的 这很正常啊 我没见过 我女生都没那么多 我加了从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他300多个好友 我直接一次性给他 摆200个全省 就给他留100 他主要是因为 他前女友的事 他就特别烦 可能我跟别人暧昧 我前女友就属于 把我当作提款机了 当时比较傻嘛 比较青涩 你知道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还跟别人搞暧昧 这一直都是我阴影 他都知道 他们班本来有一个 喜欢他的男生 喜欢他 对 喜欢他的男生 但是一直没说 我那时候就那天 我们本来约好说 一天跟我在一起嘛 我今天他多陪陪我 他跟我说 我们临时加课了 我说那行吧 那你去吧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跟我猫一句 他说要出一聚会 他去主动 问他喜欢他的那个男生 说你去我就去 他说哪有这样的 什么叫做你去我就去 还是喜欢他的男生 我真没见我这样呢 那是因为我在我们班 就跟那个男生玩得比较好啊 那我们班 只我说真的 我都不太认识 那我如果他不去的话 那我一个人去就很尴尬 而且他还偷看我聊天记录 他偷偷把我微信号有全删了 而且他还干了一件 特别奇葩的事 什么事 就他把我俩的合照 印到传单上面去 然后还写了一些 特别肉麻的话 写 写啥 就写一些 哎呀这是我女朋友啊 就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 见着我们班的人 然后我朋友 然后在学校里面 就到处罚 官宣 对 人家朋友圈里面 人家晒一些礼物啊 然后出去玩啊 吃的什么的 他写的啥呀 就是这是我女朋友 对呀 然后就是大家就 就跟他就离远一点啊 之类的 类似这种 不是 主要是我 不是你这个 我想这是 那她是我女朋友嘛 给大家知道怎么了 但是我这几次 大家能多照顾他一些 给他们朋友看看 你就稍互相照顾一下 哎呀 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这么年轻 而且他还特别黏人 就是那种一天到晚 谈恋爱就必须得一起 然后早上 我早上上课 然后到晚上我才下课 然后一下课就得去找他 然后作业也得带过去 跟他做 不是 然后我晚上回去之后 还在打电话 不是 我跟他我都说过了 就你的作业嘛 我帮你写一些嘛 然后我也给你留了 充足的休息时间了呀 这两个情侣在一起 在一起怎么了 那就不应该腻在一起嘛 那晚上打电话 到凌晨一两点 那我第二天早上八点 我还有课呀 你太丢人了你 你丢了很多男的脸 你知道吗 我就心思他能多陪陪我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而且我闺蜜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跟我朋友 基本上没有出去聚会过 就没有再见过 然后后面有一次 突然就发微信跟我说 就说我俩谈恋爱 就跟坐牢一样 然后他每天都监视着我 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他男朋友在那儿 然后他就上场 就跟他理论起来了 他闺蜜的跟碎嘴的 是跟个长舌妇一样 那谁 任谁听了 谁能得劲啊 还有他那男朋友 他男朋友也满不讲理 你这俩人真就不会 天生一对我跟你说 他闺蜜男朋友 跟那儿碎嘴的 当场他们两人打起来了 那我不开心啊 后面就去找他们 然后打开打输了 不是 那我挨顿揍 我帮你看清这俩人了 你就像平常 我们俩消费 他花钱大手大脚 就比如说 一只口红三四百 出去吃顿饭三四百 还天天下馆的 我们俩就生活费 完了再加上一些 我打工能赚点钱 就大几千一个月 这谁能受得了啊 是吧 那我在一起之前 我也是这么花的呀 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吧 那我买的东西 我都花了我自己的钱吧 除了吃饭 我花你的钱 不是 你花了自己的钱行 那我可以 我同意行吧 但是那你说 你买完东西 你藏起来 完之后 比如说我发现了 你骗我 突然怎么回事啊 一千块钱的东西 你说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的东西 你说两百块 那你不生气啊 那别的男朋友 都是给女朋友买的 那我都没叫你帮我买 你还生气啊 你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跟他分手的对吧 没有 就是想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理解的 我理解的挺透彻的 你就是想跟他分手的 对吧 你不用遮遮掩掩 就一般男人都要经历过这些 才能成长 他不太适合你 我也觉得就是咱俩在一起 太快了 你看你怎么了 为什么把一个恋爱谈成这样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 就可能是 因为前女友的关系吧 可能有一些受到伤害 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个阴影 啥阴影啊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 人家跟你在一起 又不花你的钱 人家跟你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胡来 但是我害怕 怕啥 心里会害怕吗 怕啥 就总觉得他会跟别的男生一起 总觉得他也就是在骗我 你说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过去是帅嘛 现在一年多了 再帅的农爷看看也就那么回事 你像曲约我们看了十二年 你说他再帅 我们也看也就那样了 对吧 以前确实觉得真帅 你看了十二 十三年了这都是 对吧 那沙纳从一小姑娘看成一孩 她妈你说我们看着也 对吧 也真是也就那么回事了 你再帅也有 就是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现在没有当时那种感觉 没感觉了嘛 没感觉你就把他揣了呀 你大方一点啊 但是我有说过呀 他不肯分 就他说想 就调解一下 这才弄清楚 女生是要蹬了他 他不愿意 是吧 然后女生没办法 就把他弄到这儿来 说几位老师 你们合着火的 把他从我这个船上给拽下去 人就说分手了 你分不分吧 我舍不得吗 我不想分 老师们看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刚才说 受到了前女友的伤害 但你怎么能 自己受过伤害 知道有这么疼 这么伤心 却以此来伤害你的现女友呢 还有 未经他同意 用他的肖像 映成了这样的海报传单 到处去散发 以此装选 是男女朋友 一切的一切 让我们看到的 那就是一个控制欲 控制欲的背后 那就是自卑 控制欲的可怕在哪里 就在于 一旦你的控制行为 达不到目的的时候 很容易走极端 应传单海报 就是走极端 女生 对这个男生 要么 改变 很显然 你做不到 要么 接受他 很显然 你内心 不允许 要么 离开他 这一条 可以有 好吗 您就直接说离开不就得了吗 来 于老师 真的是颠倒过来了 男女的角色 往往男生的这种诉求 都是女生的这种诉求 你多陪陪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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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想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你怎么过的呢 你没有自己了吗 所以你这种 应传单的宣誓也好 还有各种监控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战友 这不叫爱情 不要拿自己曾经的伤害 来去在这个女朋友身上 去找解药 真正能够救你的 这是你自己的强大 女生 其实你也要知道 虽然你的性格呢 可能愿意交朋友 但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那外面的交际 尤其是比较敏感的人物 曾经喜欢你的那位男士 那么你还要和他在一起 并且男朋友知道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伤痕 你不但没有帮助他疗愈 和关注他 你觉得无所谓 而这种无所谓 却深深地伤害到了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如果能 可能走下去的话 我希望女生 如果爱一个人 要照顾到对方的感受 而男方呢 你要记住 如果你非得要他在一起 你才能快乐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你控制了 你在约束他 你真正也没有去爱他 所以爱他 要给人家快乐 要给人家感受的认同 而不是一味地自私的 我要怎样 两位请思考 谢谢于老师 曲总 女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她为什么敢如此 对你做这些事情 对你做这些事情 都不会有所谓的 所以他不仅仅仅仅是 在两个但位置 我答应就对了 我再说 对你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 我 你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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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当你发现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 他又是一个情绪非常极端的人 你就不要去触碰他易怒的点 但你偏偏不 你就要摇拨他易怒的点 所以姑娘 如果你要是只是因为仅仅欣赏一个男人的外表 那我们欣赏就好 不要把他变为己有 变为己有之后 麻烦请你负责任 好吗 谢谢 谢谢刘娜老师 我看我们前面四位老师的建议很简单嘛 就是一定要分开嘛 重新去找回自己 你要觉得你受伤了你自己去疗伤 一年多了 这个帅哥看也看厌了 行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不知道就自己对你的伤害这么大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咱俩都会是这样的工作 其实本来今天来到这就挺希望能接着走远去的 但是刚才各位评文老师说的那些话 就其实有一些让我醒悟 咱们俩虽然就认识了没多长时间 就立马决定在一起 我觉得确实会有一些仓促吧 怎么说就很珍惜 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心里还是希望能跟你接着一起在一起 我可能会尝试努力改变 但是 自己对你的伤害我也知道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 打挽回了 希望再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金鱼APP 外直达手机客户端添加FTV 网络电视 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各位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录抖音 搜索爱情宝月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的导师们会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直播 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 来吧 预测一下结局吧 学艺术的男生 不懂生活艺术 不懂恋爱艺术 所幸是在真情60秒 他知道自己错了 双不出 虽然是一个机型的关系 但是分开也得需要一个勇气和过程 预测 双出 双不出 双不出 刹大老师 我觉得男生会出来 女生不出来 好 来 咱们看看结果是 机型的关系 早一点结束 对两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好事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是通过同学介绍认识的 至今交往一年 我们有着相同的遭遇 我们的交往面临着重重困难 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我跟他在一起 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真的很累 有请队情侣有请 小王21岁 来自福建金融 小齐21岁 来自福建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多久 一年了 咋认识的 同学介绍的 你还在读书 家里知道他吗 知道 但是还没有带他回家过 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因为我们两个相处 出现了许多矛盾 所以想来调解一下 什么矛盾 因为高二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去世了 那他的父亲在他小学的时候 也去世了 我们双方都是单亲家庭 但是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家境比较富裕一些 那他们家是他妈妈在上班 就属于工薪阶层 然后我妈妈觉得可能有些门不当户不对 现在还为什么还要讲只有门当户不对 这个呢 现在都是自由恋戴的时代 我们一起打拼 后面挣得她的同意不就好了吗 是你信门当户对是吗 是我妈妈她可能比较希望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 这样让我少吃点苦 你自己怎么看 那可能还得看她的努力 要是她以后也能让我过上好的生活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们不仅门不当户不对 而且我们学历也不对的 我现在在上大四 然后毕业之后打算考公务员 那她是上完高中之后 就没有再继续念书了 那没有好的学历 就不太容易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那她一直在频繁地换工作 那我妈妈她觉得就不稳定 就更不同意了 前面我确实频繁地换工作 但是现在我也稳定下来了 而且现在的事情不代表未来的事情 不代表未来我还是在频繁地换工作 毕竟人生后面还很长 未来还很长 这只是现在这些啊 你一直在跟我说这些未来 可是我让你改了一个小习惯 你都改不了 我们家家教比较严格 就是吃饭的时候 必须要把碗端起来吃 不能放在桌子上埋头吃饭 那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她讲过很多遍了 但是她就是改不了 我下班我九点了 我只想我赶紧吃完饭 我休息 我躺下去休息了 我可能就没有照顾到这一些细节上 上次她带我回家见她妈妈 然后那天我们比较匆忙 没有来得及准备见面礼 然后到了她家楼下 我才想起来 然后让她带我去附近的水果店 买些水果 那她死活不愿意 她就说已经到楼下了 为什么还要再去买 我是不是有提前跟你讲过 明天要去我妈妈家 你就应该提前把这些礼物准备好了 到家了 然后还要出去 大家都等你吃饭了 都等着你了 可是我这样两手空空地进去 我就觉得她妈妈脸色不太好看 那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然后她妈妈在阳台上收衣服 收进来一大堆衣服 就放在我旁边 那我肯定想要不帮帮忙叠一下衣服 想表现好一些 第一次去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那她妈妈就直接把那一大堆衣服 丢给我叠 她只是放在那边 那你既然我们第一次去见老人家 做一件事情怎么了 这只是一件叠衣服的小事 没去你家之前 你还跟我说 你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个红包 可是我们吃完饭 走了之后 你妈妈也没有把那个红包给我呀 你自己吃完晚饭 你一直要走的 急着回去 你们都还没坐下去说话呢 我妈可能也把这件事情忘了 是吧 她总不能在饭局上 红包就给你了吧 后面你们总是得坐下来聊聊 说说话嘛 这个你会发现在后面 他们要讲述的时候 差异性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小伙子刚才问的 我为什么要闷当虎蝶 自由恋爱时代 慢慢沉下来说不着急 后来应该冲突越来越大 是吧 我平时不爱看她的手机 然后有一次好奇 看了一下她的手机 我在微信聊天框 搜索小宝贝小可爱这些 出现了她跟十几个女生的聊天记录 然后我就问她怎么回事 她跟这些人都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工作上的需求 工作上的客户 去迎合一些客户而已 像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你客服 她是不是亲爱的跟你说吗 而且我男生女生都有 我不是只有女客户好吗 那这件事情之后 我以后不定时地看她手机 那她也会表现得很不耐烦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点信任呢 你还说你们公司里面 有一个女同事暗恋她 那个女同事 她跟别的同事也聊不来 就喜欢找她说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 也会给她带盒饭 那她去抽烟的时候也跟着她 你哪里看出来她就暗恋我 我们只是同事 都说只是同事 她在公司 我也在公司 那么多人 她总不能只找我一个人说话 她找别人说话 你也不知道啊 我们就真的只是同事而已 那你们下班之后 她去吃好吃的 或者是去海边 都会拍照分享给她 这真的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吗 可能她比较爱分享吧 但是我也不想做绝 毕竟同一个屋檐下工作 是吧 我不想把事情都带加 那女孩到底喜不喜欢你 我是不知道 那你吃人家给你带的饭 那 她给所有的同事都买一份饭是吧 没有吧 她只给你买 好像是 那她为什么只给你买 这我不清楚 啊 这我不清楚 你确定你不清楚啊 不清楚就敢吃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她 保持点距离吗 保持距离 你自己怎么样 你也很清楚啊 她怎么 你发小 她跟她两个男的发小 一起出去吃烧烤 吃烤烤三个半夜 然后再回去 那这两个发小 你也认识啊 我们大家都是玩得很好的朋友 认识十几年 我们就真的只是朋友而已啊 真的只是朋友吗 其中一个你还喜欢她啊 那是以前喜欢了 我要是还喜欢的话 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我跟她在一起不就好了 一个月 三十天 你们去吃三十天的烧烤 只有你们三个人 啊 我不说出来 你们后面是不是要看电影 要约会啊 每次去吃烧烤 我也会拍照发给你 跟你说我们在哪里吃烧烤 可是你还会问另一个发小 让她重新给你拍照发视频 你这不是怀疑我 不相信我吗 但是有时候 你们一吃烧烤 你就忘了回 我让她发点怎么了 我就想知道 你们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一两点的 我那时候发很过分吗 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多疑 而且还很爱出风头 上次我们两个和我们朋友 一起去玩密室 然后她没有提前做功课 她就挤在最前面 然后找的线索也是错的 最后导致我们密室逃脱失败了 大家都很不开心 也就是你觉得吧 我们大家都挺开心的 只是你不要把一个氛围感的游戏 需要硬成 完成推理性的游戏 完成推理性的游戏 我们去玩剧本杀吧 去玩男的杀 这样比较快 我只是觉得你这样急于表现 又没有把事情做好 这样反而更丢脸 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 面子很重要吗 大家出来玩 开心不是最重要了吗 你们俩当时怎么好上来 他追了我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一个月了 当时觉得他这种坏坏的一样子 挺吸引你的吧 对 男生有觉得你们俩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吗 生活上一些小矛盾 他都要跟我吵 矛盾现在越来越大 那你怎么看你们俩这段感情呢 还是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是什么意思 是 你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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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r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前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那为啥不照顾吗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那以前怎么有那个精力照顾吗 因为以前不是这份工作 那你就做以前的工作去咯 那但是以前的工作 没有那么高丰厚的满足不了我自身的金权欲望 就是说 所以你现在是笨钱不要他吗 这不算笨钱不要他 这可不就是吗 你对人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吗 你承认现实吗 是吧 对吧 那至少在你现在的选择 时间性的选择上 你觉得挣钱比对他好重要吗 是还是不是吗 至少在目前性难看 对啊 目前是这样 是不是 是吧 你面对现实嘛 这就是女生一直在强调的问题嘛 那你说哪一个是他呀 我还是觉得以前那个才是他 但是他回不到以前啊 对他来说 挣钱的欲望会一直持续 并且一直被放大 我说的对不对 你挣的越多你就想挣的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财富的机会 我们可以不要一切的去追财富 对吧 就是这个现状啊 他就是这个现状啊 你要什么呢 你要的他给不了你还继续吗 那我得想 你能接受他离开你吗 有什么 可以的 可以 不需要那么强撑着吧 可以 一时接受不了 可以说一时接受不了啊 可以的 可以哈 确定是吧 确定 那就太好了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余老师 男生说的对 真正相爱 门当户对不重要 但您不要忘了还有一句话 真正相爱 才能经受得起 外界的阻挠和干涉 我问一下男生 你到高中 就不上学了 是不想学 还是想照顾家里 那时候我得出去赚钱了 也就是说 你想早点赚钱 养这个家 虽然 你只到高中毕业 但我为你输大拇指 穷人带孩子找当家嘛 这个男生身上有一个品质 我很欣赏 虽然 他们家庭和你们家庭落差很大 他和你之间落差也很大 但是他不自卑 他很自信 但我担心的是 他的这种不自卑很自信 会演化成一种变本加厉 和肆无忌惮 他为所欲为 他无所谓 他根本不顾忌一切 我就是我 什么门当户对 我自己做的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还寻求去改变它 有可能吗 你们两个人 是无法合拍的 你不要认为 他会为你去改变 绝对不会 要么你顺从它 这一点你又做不到 所以 今天来到爱情保育站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分手 就分在今天吧 谢谢包红熊 余老师 恋爱一年出现问题 我们去调解 这个可能是一个常态 但是两个人 最大问题 无可调了 那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都没有把眼前的事 当回事 南方 用所谓的 我们什么自由恋爱 等等悖论的方式 来去对抗 或者忽视 什么门当户对 其实你们之间的差异 要学会逐渐的弥合 把大事化成小事 小事化成无事 但对你来讲的话 你经常是无事这些问题 怎么了 无所谓 对于你虽然年龄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你已经上班好几年了 应该有一定的阅历 至少你们想走在一起 应该更多的相同 或者趋势相同的方式 才能让你们走得更远 但是你并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 不当回事就罢了 还有你还在制造事 比如说吃女同事的盒饭 既不当回事 还在制造新的麻烦 不考虑女朋友的感受 女方呢 你是有男朋友的人 在恋爱期间 和发小吃饭 这个无可厚非呀 但天天吃那么长时间 吃到后半夜 一个女孩子家 这叫好的家教吗 所以也要自重 这个感情相处 彼此都要考虑 你的行为 别觉得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跟他有相似的地方 任性感 我想怎么干就怎样 我觉得怎么样就行 想当然 所以恋爱了 你就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然后你才能够得到对方的尊重 然后才能越来越好 否则的话 你们还是独自的两个人 偶尔相交了 最后还得 因为独自两个人再分开 你们没有相同的东西 不能仅仅是相同的 那些爸爸离世的经历 让你们一直拴在一起 那叫什么恋爱呀 只能是同病相怜而已 恋爱一定是好的东西 是在相同的 而不是坏的东西相同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下 我真的不看好你们两个 除非你们愿意改变 谢谢余老师 许总 你说对这段感情还有期待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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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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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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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就像今天 四位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可以分开 比较好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我也无语 双不出 男生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他还是自卑 就还是自卑 他害怕受伤 所以他要保护自己 可以理解 余老师 双不出 双不出 对 两个人都不会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 就是从期待上面 我也希望是个双不出的结局 这样都彼此还留一些余地嘛 来 我们看结果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我特别希望今天台上这两个孩子能够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我特别希望男生 之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